附和老师 当郭台铭高喊 新生儿0-6岁由国家帮你来养 那昨天王定宇在节目当中 曾经帮我们算 如果有18万人口来算 因为说真的 他可能没在娶孩子 我们真的在娶孩子 一个月1万块 吃辣的 没可能 祭祷也要2万块 你很多的孩子 你说你的友情 你没听到 你送去普通普通的 一个月 都祭祷2万块 这里头不包括临时 生病 额外的费用 额外的像是一个吃跟住 我们通通不算去 18万的新生儿6岁以下 我们保守估计 十一住省跟托育 给你算2万块就好了 关注朋友 我们算给郭台铭听好不好 一年要花多少 昨天王定宇真的 你可能做伯伯家 不知道他算起来 一千两百高造6亿 错了 18万人口每个月2万块 至少2万块要花多少 2592亿 如果以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的 岁出大约是1.9兆的话 郭董大约是一下子钱 要从哪里来呢 你占了我们的总预算多少 十分之一 他昨天说 国家不用边预算 我自己自筹预算 郭博老师 在全世界哪一个民主国家 养6岁的孩子 国家不用边预算 由国家自己养 致仇预算 来这样的论述来 波老师怎么看 当然这是一个天方夜谭 我还没有听到这个 纵观世界各国 没有听到这样的论述 那么这个郭台铭说 自边预算 这个钱从哪里来 这个非常可疑 是不是要从对岸去搬 或者是假装从对岸去搬 这个先出 实际上现在郭台铭 跟韩国瑜相比了 我觉得这两个人 各有战略 韩国瑜的战略 是他的组织力 刚才各位嘉宾 包括姚老师和主持人 叫他造谣 谎言 他卯足马力地攻击 这个蔡英文政府 和民党政府 然后是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不去领究这款 草菅人命 自己在高雄草菅人命 但是却去攻击中央政府 另外郭台铭另外做的事情 为什么他现在还能够造势 还能够动辄十几万 到处造势 这也是个罕见的现象 他跟郭台铭的一个区隔 这个造势里面 我就感觉到 恐怕中共大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以来 在台湾所埋的这些庄 都出现了 他在埋庄 这些地下党员 这些党支部 我们知道中共最近几年 推广一个什么 到各种企业去建立党支部 不仅在国营企业 而且私营企业 不仅在私营企业 叫外资企业 不仅在外资企业 在台资企业 港资企业 都建立党支部 那是公开的党支部 按照王沪宁的说法 叫党领导一切 习近平照抄这个话 党领导一切 所以不能排除 一个重大的可能性 就是说 这个党领导一切 正在向台湾推广 那么韩国瑜的造势 非常像中共党组织在活动 中共的地下党 可能是精锐进出 然后以党组织的运作 当然这种党组织的运作 不是公开的 是潜在的 是在他这个队伍中起作用 这种从他的这个形象 包装红色 到他这个口号 到他这个整齐画意的组织形式 非常像极了共产党 可以整个是一个 共产党党文化的一个外线 而且郭台铭在这个过程中 用的是造谣谎言 这也恰是 中共党文化的一个表现 所以说我非常怀疑 这个韩国瑜的背后 是中共党组织 正式在台湾的一个运作 就是地下党浮上了水面 但他不会在额头上贴上 贴上中共地下党的标签 而且韩国瑜访问中国的时候 到香港进入中联办 到澳门进入中联办 在深圳不是会见市长 会见的是党委书记 这一切迹象 都是非常像地下党的一个街头的活动 这个跟香港的特首一样 香港有两个特首非常像 一个就是梁振英 梁振英后来上任之后 人家就叫他地下党治港 因为什么呢 他最早在多少年前 跟中共就有一个组织关系 从文革的这种暴动到后来的情况 那么林郑月娥最近有暴露出来了 林郑月娥在香港这件事情上 完全是一个傀儡 一个工具 受制于中央政府之外 暴露他40年前的相片 在北京大学搞所谓的进修的时候 会见中共有关的党的主管 那么香港人就指控他 早就是地下党 不能排除韩国瑜 现在地下党的方式开始运作 而在他的队伍中 所起的这些团队方队 古代的方队的作用 都是党组 在运作 但是郭台铭的运作 又是另外一个方式 郭台铭的方式 现在是什么都敢说 这个话说的越大越好 对内的方式 当然是攻击 台湾的邻居党政府 蔡英文政府 这个债务 那个债务到处说 然后另外整个攻击 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 作为世界上领先 排名 竞争力排名领先的 这么一个发达经济体 不顾这么一个作用 在国际的地位到处去攻击 而台湾取得的成就 跟别的国家有不一样 除了刚才姚老师讲到 台湾的成就以外 我要提醒大家 台湾的成就 可以在国际上有一个惊人之处 它在中共的打压之下取得了 完全的外交封锁 完全的地区的打压 然后是在两岸上的操作 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地区 面临这样的 中共的封锁和打压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台湾的各项排名 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而且我们看到 一个国家是怎么构成的 一个国家的生命力 你的制度 台湾是最领先的制度 民主制度 在国民 我每次来台湾所看见的 台湾从一般的工作人员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这种敬业的精神 真是让我非常的惊讶 不管他们的收入有多高 有多低 但是他们在旅馆 餐业 各种服务 这种尽心尽力 注意细节 非常的这种 这种认真 可以说跟日本人 是非常接近的 跟日本人 或者德国的严谨精神 非常接近 这个在亚洲地区 是一个非常惊人的 一个国民表现 再加上 台湾整个在国际上 一个地位 除了中共的打压以外 它宏观上 它跟文明世界是一致的 所以说郭台铭 罔顾这些 在攻击这些 但是郭台铭还有一点要注意 郭台铭中国大陆 他感受的 他跟韩国瑜有区别 有一点区别 他什么都敢说 他现在说 他也可以反对一国两制 他也反对这个红色媒体 他也攻击中国日报 他也可以说 甚至于他的厂可以撤走 中国有失业潮 是的 他什么都敢说 因为共产党同意他这么说 习近平同意他这么说 只要你什么都敢说 只要你捞到总统大位再说 你的目标是总统大位 你说什么 共产党都不计较 共产党甚至媒体上假装说 郭台铭怎么也在维护中华民国 郭台铭怎么也在好像走独派路线 郭台铭也在跟苍两岸地 这是共产党故意演的双谎 跟郭台铭演的双谎 黑白双脸 甚至于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估计 我希望台湾人民做好准备 做一个大胆的估计 就算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 苹果公司要把生产线撤除 而郭台铭的富士康承担了 苹果的大部分的生产线 就算他把富士康的生产线转出去 转到东南亚转到台湾 他都敢做 共产党也会同意他做 为什么 你有更大的目标 你的目标就是夺取台湾的政权 夺取总统大作保重 你夺取下来之后那就好办了 你掌握了军警特 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 共产党跟你一配合颠覆台湾 吞并台湾指日可下 这个大买卖比他的富士康 比他的鸿骸大千倍一倍万倍 无数的大 所以说今天的郭台铭 什么都敢讲 但他讲的话全是假话 全是演戏 全不是给共产党商量好的脚本 我本人认为郭台铭 比韩国瑜有更大的危险性 韩国瑜 韩国瑜来说 可以说现在韩国瑜在周瞎坡路 韩国瑜有韩流没错 但是现在也有反韩流 那就是像台湾民众 撑香港反送中那个大游行 还有台湾民众反红媒驱鬼神 这个大活动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实际上我自己的感觉 我在台湾民间走动一下 我的感觉是 蔡英文总统的支持率 反而在接接走 韩国瑜是在接接走下坡路 韩国瑜维持了一个 旧有的格局 一个模式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在运作 所以维持了一定的人 一定的人处 再加深他的共产党式的谎言和谣言 但是韩国瑜 靠民粹来得快去得也快 而共产党现在对他也不耐烦了 共产党对这两个人的策略是民修战斗暗度成仓 就是明的支持韩国瑜 暗的支持郭台瑜 实际上是用韩国瑜来掩护郭台瑜 郭台瑜过关 所以这两个人走过不同的路线 共产党认为这两个人 哪一个人走过关了 哪一个人进入初选代表国民党 哪一个人当上总统大招 那是共产党巨大的胜利 其他都可以丢弃 所以说现在千万不要放到韩国瑜就看郭台瑜 这两个人是完全一样 只是殊途同归分禁合集而已 只是殊途同归分禁合集而已 你 你